她是香港家喻户晓的演员,从已50多年饰演角色无数,更是周星驰的御用配角,她就是于慕莲。 也许很少有人熟悉她的名字,也很少有人没看过她的电影,但是如果提起香港两张著名的丑脸,人们必会想到,男友八两斤,女友于慕莲。 她1940年出生于广州,五岁父母离异,随后跟着母亲来到香港打工生存,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,更是目睹母亲的辛苦,也使得她一生不敢恋爱,结婚,害怕受到伤害。 11岁,才在母亲艰苦的努力之下迈进校门,开始求学之路,一次无意机会无限电视来招演员,于慕莲因为演过话剧觉得自己还算有经验,于是就去了,最后成了无限旗下的兼职员工。 1973年在73中饰演麦于胜妹妹,奠定丑女心象,游慕莲说,言丑绝,嘴话大,颜值又话大,不是很多人愿意做,她不建议做垃圾婆,她说,年轻时当然想演美女,可是入行欲久,亲眼看到每年选出来的新港姐,明年就可能有人取代你的位置,倒不如全心全意言丑绝。 女慕莲住行60年,未尝过恋爱滋味,她的理由是,我是一个怕受伤的女人,说不起啊,她年轻时也有追求者,只是因为童年时父母离异的家庭之痛,而一直不敢接招。 但是她却在退休后拿出了自己刚得到的退休金,也就是8万元,在贵州干了一所希望小学,等于当时67岁的老人来说,这是一份无私的奉献,本来并无人知晓的,几年后被报道出来,才知道,很多人都问她,没有钱她怎么在香港生活下去。 女慕莲却表示,自己并不爱钱,也很节俭,一个面包一碗即时粉就可以吃一餐,她演戏三十多年,成为观众心中无法替代的欢笑,可惜,她一生戏红人不红,如今她已经77岁了,可是一直无人追求,更是没有恋爱,没有结婚,男生至今,真让人感到惋惜。